可否呈現犯 因為之前警方局的討論 一定會全部都告 只要你離開未大一天 可否說回現在的立場是怎樣的清楚 我們是會全部以暴動作為拘捕 當然在拘捕之後 警方會調查的 這個亦都是一個重要的訊息給大家知道 涉嫌犯這個暴動罪 是當它符合了法律的要求 法律的條文講得很清楚 任何一個集結 無論它開頭的目的和意義是什麼 如果這個集結已經有人違反 破壞了社會安寧的行為 這個集結就已經成為暴動罪了 這個訊息我希望大家強烈清楚 不要再被人誤導 當然在經過我們調查 誰真真正正在證據方面 予以檢控有關的罪行 警方的調查以及律政司 會細心研究有關的證據 但是條文是清晰 而且他們因為在一個集結裏面 而涉及一些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這個已經是一個暴動罪了 所以我不希望社會上 再有一個錯誤的理解 當然在警方調查裏面 是會很用心去找出有關的證據 而交給律政司去決定的 通訊報告 Kesley 本音會的證據 通訊報告